- 大家好,我是GG,BOKC,DJ,第三位Jason,Rezero合作前角色介紹和轉蛋角色評價 事不宜遲,我們來往上開始吧 隨時轉蛋角的部分 Emilia 貫通速度行被動超反傷操反風操阻停雷射 均能反檢速比一槍撞在前地 拉施十八加四回合的加速加攻,並且阿魯修馬攻擊 迷雲技能交差分身大門飛友情超強防御下降暴風 使用關卡閱讀由大波動冥王回暗鬥雅戈泰康迪拉三代暗轟禁忌石 本次合作超救級大兔的作球充 但被動來說依然很少出場 反射防檢速這個對應陷阱基本上沒有 超主型雷射和異下狀態潛力都在超救級有很好的發揮 但後者的實用性不高 畢竟這種被動要關卡的配合 就像這次超救級的毒和哈雷超救級的毒一樣 如果毒再痛一點連輸出都輸出不了 因此這個被動在大部分時間風險會大於回報 用的時候甚至不會去留意這個被動 再來最後一隻紫翠玉則是那個回報 足夠的M 不過就以EMT來說這個被動還算OK啦 畢竟本來三圍和被動配置就滿足夠的了 打招的部分自強化一階段1.2倍二階段1.25倍 追擊一段一階段0.6倍乘以16下 二階段0.9倍乘以16下 追擊二段一階段20倍二階段24倍 二段最低傷害一階段100萬二階段120萬 延遲兩回合 不充氣下這個SS全頻延遲 二段追擊優先打BOSS 雖然不是割合但被設置的最低傷害 二段追擊的部分可以吃得到弱點 偏功能性的SS啦 第一是自強化倍率並不高 只能稍微的補一下傷害 第二是延遲效果很實用 這個效果跟五條一樣是全頻 的確是個很救命的SS 第三是追擊很癢 一段就當時拿來配合一下延遲效果 二段看起來倍率很高 但實際用起來傷害並不可觀 這基本上就是一顆很痛的超強冰塊 所以也只能補一補傷害 重點還是在拖CD的部分 18回合就能透過兩回合 在高能關會很好用 希望以後有機會出這種關給他啦 只不過還是要補充一下最低傷害的部分 這個點比較特殊的是 能夠無視掉一些特殊模式 例如一代暗轟的氣彈 二代木轟的是要達到一定攻擊力才打得進去 然後二代光轟和三代水轟的幻影炮 再來是三代暗轟的雷射輸出模式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二代火轟的還是維持在一啊 有點可惜 最後友情的部分 加三分身蛋最近在黑白河身上發揮得很好 但EMT則是沒地方用啊 富友情的減防也是 只能盼望趕快出新關吧 雖然感覺絕對會被搶走 等級書可以上 那戰情書沒必要 是為非真愛 果實願意同族加擊三件套 火賠加速必殺 再下一隻雷姆 關東皮身型 別龍少雷L超反減速 比友情增幅 維持技能倍率 技能反板快 異常狀態回復 大招式16加8回 等加速加工 並且以流星錘追擊 友情技能超強悠悠彈 富友情超強強彈跳炸彈 聖光卡納美 靈蓋影 阿修羅回 火天聖竹 因阿卡迪亞 朱春皇昏即旁 二代火紅禁忌一禁忌六禁忌十禁忌二十六 二代禁忌一 未開一未開十一和成天照 本次合作的最大獎 如果沒有入手 答一的各位必須入手 先說說被動的部分 對應陷阱地雷板塊減速幣 是個很稀有的被動配置 畢竟水屬的前兩隻 分別是爛到不行的阿里巴巴奧法 和偏心所適用的東師郎 不過雷姆一樣有個蠻大的煩惱 就是喜歡的男生 他媽的是個智障 啊不對 收入最 是沒有一些超市政的關卡 當然這個只局限在被動上 另外板塊配減速幣也是另一個困惑點 把這兩個被動放在一起會有幾個情況 一是被動板塊聚能減速幣 二是被動減速幣聚能板塊 三是聚能板塊加減速幣 被動板塊加減速幣的話 這隻角色會在遇到重複陷阱的時候廢掉 情況一是捨棄利用板塊 轉換成能利用減速幣色位 但這個配置只有在兩隻五星角色有 所以不會常見 整個結果其實就是當遇上邦尼的板塊的時候會比較弱勢 可是這個情況甚少出現不用擔心 而情況二是神器利用減速幣 這個情況反而會比較常遇到 例如家人需要利用減速幣色位置 用友情輸出 而大部分的板塊配減速幣的角色都是這個配置 也是最適合的配置 那雷姆面對這個超凡減速幣則會更難色位置 這個是稍微的缺點 特別是它需要貼近弱點才能達到最大傷害 情感傷的部分則是遇見這兩種陷阱時 其中一個很重要 然後另一個有 但是是幫你的時候才會困惑 舉一個類似但老手反而會熟悉的例子就是 長按去打進擊二十九 由於反板塊和反魔法陣都在聚能 這個時候你要選擇利不利用板塊 雖然大部分時間是寧願抖魔法陣的 再來剩下的撞回應該就是打老手挖勒的時候用的 限階段撞回也很多了 如果只算自家角色的話也有十隻轉彈角 不過對應減速幣的話 只剩下它和Nocturne呢 再來重頭戲SS的部分 這起來的話一階段1.35倍 二階段1.6倍 追擊一段一階段3倍 二階段4倍 追擊二段分為兩個部分 分別是直歐和非直歐的融合 但解釋起來很麻煩且浪費各位的時間 所以直接講綜合倍率 追擊二段一階段28.95倍 二階段38.6倍 追擊三段一階段15%割合 二階段20%割合 那是割合底傷 一階段150萬 二階段200萬 這是全game第一隻直歐加 混... 這是全game第一隻直歐加 割合混傷的岩石攻擊 也是全game 水屬第二機秒王系的角色 先講講這個SS的特點再做對比 第一是優先鎖王 整體機制和同源比較相似 自強化結束之後接近王並開始追擊 但比較好一點是沒有像同源那麼嚴謹 雷姆就算歪弱點一點點 也能因為二段追擊的範圍較大而方便輸出 另外也有三段的割合 整體容錯率更高 第二是混傷 由於二段追擊裡有吃到植歐的部分且倍率極高 這代表他仍在更多特殊情況下秒王 例如一代木轟的自殘加工 二代木轟的加工按鈕 三代光轟的加工地板 四代水轟的加工牆壁 其實也是所有基本合作秒王應該有的條件啦 在此之上雷姆的三段追擊還有割合 遇上季季十七的高血讓共血分身則更加強大 最後補充一下二段追擊是可以關鍵傷害的 那接下來就來對比一下另一隻水屬的秒王角達一 最強化一階段1.5倍二階段1.8倍 追擊一階段8.5倍二階段13.5倍 反擊殺手1.5倍龍鬥氣1.2倍 這樣兩者的條件才會對等啊 因此達一自身的最大倍率為一階段15.3倍二階段24.3倍 而雷姆則是一階段29倍二階段39倍 這高下利劍了吧 更不要說我還沒算割合的底傷 兩者SS都是所Boss 而達一則額外所弱點 只不過如果以整隻角色來說的話 我可能會給說個等於吧 這邊就不細講了 就快要變成雷姆獨立片了 最後有型的部分我覺得官方為了平衡角色 不想讓雷姆太OP而給了他悠悠蛋了 畢竟這個友情就是這個隨機的拉線 而且傷害中心在球上就更加難輸出 就算有友情征服也不太看好啊 反而副友情的部分就很實用了 一顆炸彈18萬可不是鬧著玩的 新冠能力堪比瑪納的建設線領域 只不過有點範圍以及無屬性的限制 整體輸出還是靠有副友情啊 整體輸出直接上 整體輸出直接上 我建議加速必殺加雙同族和四同族加集3000套 但是拉姆 官方平衡其實被用反重反魔法陣務實力耐性 最能超反減速必靈魂奪取到12加12回合的加速加攻 並且以L-Fura攻擊最速度的敵人 友情技能全敵關中所應衝擊一波三次友情有數提升 雖然關卡八起饕餅魔士輪 禁忌3禁忌23禁忌28未開3未開13禁忌西斯 恩...又一隻等待桌球的角色 看看圖鑑 欸?爆豪特拉斯你們 但是這個被動不太常出場 連接是3核20-80偏向輔助的部分 自身有加速和各核SS幫得上忙 這EC式的部分就有刷果是隨便打 另外被動魔法陣巨人減速幣的部分也不錯 善為就是一個普通限定的標準 物質力耐性和靈魂奪取就是個增加容錯率的技能 再來是SS的部分 一階段1.15倍二階段1.3倍割合追擊 一次階段3.3%乘以5發 二階段6.6%乘以5發 最低傷害一階段33萬一發 二階段66萬一發 整體SSD這和遜優衣一模一樣 自相化多發的割合追擊 如果初觸碰目標死亡 追擊就會根據最低血量的敵人順序打下去 那就實際的拿兩隻來對比一下 遜優衣自強化一階段1.15倍二階段1.3倍 割合追擊一階段2.2%乘以8發 二階段4.5%乘以8發 最低傷害一階段20萬一發 二階段40萬一發 可以看到倍率是一模一樣的 畢竟回合數也是一樣的 再來割合中和傷害的部分 拉姆一階段是16.5% 二階段是33% 遜優衣則是17.6% 二階段36% 最低傷害的部分 拉姆有165萬 二階段330萬 遜優衣則是160萬和320萬 對比完可以看到其實差距變過大 拉姆的數量比較少 但單發傷害比較高 遜優衣則數量比較多 但單發傷害比較低 且能夠同時打到目標附近的敵人 使用性都是很高的 特別在對上高難的時候 例如真意西斯和舊版的 經濟26 兩關的血量就高到靠北 因此這個SS雖然沒有秒王型的好用 但是作為限定來說 也是一個很實用的SS 舊友情的部分 非常適合輔助的配置 舊友情衝擊波能幫忙清怪 在信用片裡能看到艦隊的爽快程度 有數提升也能全方位的幫隊友輸出 使用性很高 但沒機會出場 而且我不得不再吐槽一次 為什麼羅斯瓦魯不是做酒給他 那麼神曲加深情的劇情 不夠成為市政理由嗎 等級書直接上 戰型書可以上 可是建議同族加機三件套 火焙加速必殺火焙有機 好 最重要的三隻轉蛋的部分 就到這裡了 順序的話不會改變 一般玩家的話就有雷姆拉姆EMT 如果你是剛入坑就想打敲駐機 順序就是EMT雷姆拉姆 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入手一隻雷姆 再來是四星的部分 比亞特歷斯建議追一下九師運 剩下的部分就是簡單講一下 合作的其他角色 新手的話我是建議聽一聽的 所以是比亞特歷斯 雖然最高五星但有星極強 可以幫你簡單掩壓大部分五星限定關卡 這些花1.1倍追擊是1.6倍乘以16發的全屏暗屬性轟炸 不會吃弱點 有時間的話可以刷個有機給他 那下一隻是庫里秀和菲律斯 比起前一隻來的弱啦 被動少用 友情還不錯 但比不上上一隻 SR的部分蠻帥的 自強化1.05倍 移動時追擊3.3倍 停止後追擊10倍 如果不能九師運 也不需要特別去追 再次降臨的部分 梅莉和威爾海姆 常駐四星有愛在刷 然後是胎打 常駐五星 每天打一場就OK 追滿12天就滿了 那是斯巴爾 贈送和Coin兌換的六星 基本上是建議全部型態都幾運一隻啦 那幾運數量的同時 增加一下文章力 那是里卡德和那三隻 一樣是Coin能換的 入手簡單幾度建議幾運 重頭戲 需要打超速機來入手 目前還不清楚 簡不簡單 不過畢竟是給你刷的基本上不會太難 而且是桌球雷姆 另外和各位新入坑的講一下 合作超級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極度好用的運寵 一律建議99運 而且這次給了炮擊型的閃爍球 全game才第四隻 就知道很稀有了 就算不能急運 也至少想辦法入手一致 再一次提醒一下 這次常駐99運 各位儘管拿雷姆衝入結場 或路人場四人雙殺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裡了 如果還有任何補充 我會在留言區說的 感謝你聽到這裡 有任何意見 想分享也可以在留言區理性討論 那麼小朋友們再見囉 掰掰